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pages.json 之前的课程呢 我们已经创建过项目了 这里就不再去做一些重复的工作 然后我们点击pages.json 我们之前的课程中也有去描述过 当前的一个pages的一个节点和globe style的一个节点 他们是做什么的呢 这里再说一下 pages呢 是我们注册文件或一些页面窗口表现 我们都需要在pages节点下去完成 而我们globe style呢 是我们所有页面的一个默认配置 我们配置在这里所有的属性呢 都会应用到我们所有的页面中 但是当我们的pages节点下呢 配置了相应的一个属性 那么就会覆盖我们globe style中的这些属性了 这一点我们需要记住 pages下的一个style节点呢 我们还可以去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去配置一些其他平台的特有的一些样式 我们可以在这里 我们去配置一个app端的一个平台 比如说呢 我们配置一个mp微信 这是我们微信的一个平台的一个窗口表现形式 或者去配置一下我们的一个h5 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平台特有的一些配置 我们可以去写在我们的style中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pages 然后和我们一个globe style 那么除了这两项呢 还有一大块比较重要的内容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tablebar 那什么是tablebar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官方的描述 打开我们的一个官方文档之后呢 我们点击框架 然后我们在配置下面 我们找到一个pages.json 然后下面呢会有一个tablebar 我们找到tablebar之后呢 看它是怎么给我们描述的 如果应用是一个多type应用的话 可以通过tablebar配置向 指定table栏的一个表现 以及table切换时显示的一个对应页 那么我们大部分的应用 都会有一个tablebar 就是在我们应用的最下方 会有一个可以切换页面的一个导航栏 我们在这里叫底部导航栏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tablebar 首先看我们都有哪些属性呢 它可以配置一个type上面的 一个文字默认颜色 然后一个select color呢 可以配置我们type上的 文字选中时的颜色 有一些background的color 等等等等 会有很多的属性 然后我们具体的来操作一下 首先呢 它是一个接受一个对象 我们先去写我们的一个color color是什么呢 color呢就是我们typebar上面的 文字的一个默认颜色 我们给它一个灰色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需要给它一个 选中时的一个颜色 我们用什么呢 我们要用一个红色 还能设置什么呢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borderstyle borderstyle呢 我们可以填写什么纸呢 我们可以填写一个black 黑色 或者呢 我们填写一个white 一个白色 这两个纸 我们任选其一就可以啊 我们选择一个黑色 borderstyle呢 是我们typebar上面的一条横线的颜色 等我们配置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具体看一下 borderstyle具体长啥样 这些基础的值 我们写完之后呢 还是没有跟我们的页面 进行一个关联 那怎么去关联我们的页面呢 我们这里只有一个页面 typebar呢至少有两项 或者最多有五项的内容 那么我们就新建两个页面 新建页面的时候呢 我们叫about关于 我们写一个关于页面 然后下面在pages.json中注册 我们勾选一下 创建同名目录呢 我们也勾选一下 然后我们点击创建 创建完成之后啊 我们再来一个 我的一个页面 同样下面两项我们勾选 我们点击创建 因为勾选了在pages.json中 注册我们的一个页面 所以我们这里就会自动 把我们的页面 注册到我们的pages.json中 我们格式化一下代码 让我们代码好看一点 现在我们进入三个页面了 三个页面正好可以去 做我们的一个typebar的展示 那么要关联我们的页面呢 我们需要一个list的一个节点 是给它一个数组 数组里呢 每一项就是我们的一个页面 那么既然要关联页面嘛 首先我们需要在这里 传入我们页面的一个路径 我们叫page path 我们的一个页面路径 我们直接在我们的一个 代码提示里去选择我们的index 这是什么呢 index是我们的一个首页 所以我们test里要写上首页 那么有文字了 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typebar呢 上面都会有一个图标 那么图标呢 我们是acompass 这里去传入一个图片路径 这里有一个规定 我们只能使用本地图片 不能使用我们的一些网络图片呀 一些网络地址 我们都不能使用的 然后对它的一个大小有一个限制 大小呢 最大我们不能超过40kb 然后它的尺寸呢 建议是81乘以81px的大小的一个图片 图片呢 我们之前已经准备好了 在这里我们准备了六张图片 这六张图片呢 两个是一对 有一个选中的一个样式 然后有一个默认的样式 这两张图片我们应该 大小应该是一致的 只是它的颜色不同 那么我们怎么去获取这种图片呢 有几种图形 一个呢 是让我们的UI同学去给我们设计 另一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到 iconfont.cn 我们去到一个阿里的图标站 去找我们的一些图标啊 字体啊 比如说我们要找一个首页的图标 那么我们这里搜首页 比如说第一个 我们直接点击下面的一个下载 我们给它一个颜色 我们的默认颜色是什么呢 666 然后我们直接pnj下载 这样的话 保存到我们一个对应的位置 起一个名字 这是我们的默认图片 同时呢 我们会有一个选中的颜色 选中我们选择一个其他的颜色 然后我们再下载一次 这样呢 我们一个默认的 一个选中的图片 我们就下载好了 然后把我们需要的所有的图片呢 我们在这里都去找一下 然后导入到我们的startic下面 我们的一个静态资源目录 导入到这里面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 配置4.json中去使用了 然后直接在这里呢 使用我们的一个home 这是默认的一个图片 然后会有一个选中后的 select icon pass 我们选中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红色的 我们保存一下 现在我们的一个页面 就已经配置完成了 我们有三个页面 所以这里呢 我们复制两个出栏 我们这一下呢 是一个about 然后我们直接回车 就会默认选择我们的第一个 hx的一个代码提示 还是很智能的 然后这里是关于 我们的icon呢 选择about 我们之前准备好的一张图片 放在这里 这里呢 同样的about 第三项呢 是一个我的路径 我们放在这里 然后这里改成我的 把我们的一个图标呢 换成相应的 我们准备好的图标 现在就基本上配置好了 我们的一个tablebar tablebar的内容呢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我们把我们的项目 运行到croom里面 然后切换到 我们的手机模式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下面呢 会有我们的tablebar 然后三个选项 当我们点击关于的时候呢 会挑到我们的关于页面 然后点我的呢 挑战到我的页面 这里我们没有写任何内容 所以我们看不出来 我们给它去加入一些内容 这里简单的写一个关于页面 我的页面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关于首页 我的这三个页面呢 就已经正常显示了 那么tablebar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去切换页面的时候 我们已经打开过的页面呢 不会关闭 它会被我们的系统缓存 所以我们再去打开页面的时候 我们的页面不会重新加载 那么我们怎么去验证这个问题呢 很简单 我们在我们的每个页面中的unload生命周期 unload是做什么的呢 它是我们的一个页面加载完成之后的一个生命周期 页面加载完成之后呢 在这里会执行 unload谁呢 我们写个首页 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把我们每个页面全部写一遍 关于 这个是我的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来看我们的效果 甩新一下页面 首先可以看到我们的unload首页 首页已经加载完成 我们点击关于的时候呢 我们的关于也会答应出来 同样我的也会答应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清理一下控制台 我们再去点击关于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任何日子都没有打印 也就是说我们的unload没有执行 那就说明我们的页面没有重新渲染 那么可能会有些业务呢 需要我们的页面去重新进行加载 或者说是去重新渲染一些数据 但是我们的页面不渲染了 我们这些功能啊 就可能做不到 那么我们需要通过什么方式去做这件事呢 这也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啊 因为我们会有一个生命周期 生命周期叫什么呢 叫on type item type 这个生命周期是做什么的呢 就是说我们的type bug 只要是点击的话就会出发 这是监听我们type bug的一个生命周期 它会给我们返回一个参数 然后我们来打印一下 我们看看它是什么 每个页面我们都需要去把定对应的一个生命周期 然后回到我们的croom 刷新一下 然后我们去点击首页 可以看到我们会打印出一个对象 对象里呢 有一个index0 test首页 page path 是我们的一个页面地址 这些内容我们是不是很熟悉 因为它就是我们的一个页面内容嘛 当我们再去点击关于的时候呢 没有打印 我们看一下我们页面没有保存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再去点击关于 看我们点击之后呢 同样的会给我们把当前关于的一名内容呢 给我们打印出来 点击我的 同样的 我的打印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去做一些数据重新渲染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种方式 因为在我们的uni app中呢 是没有一面重新刷新这么一个说法的 所以我们只能在一些生命周期中 去完成我们的一个 类似于页面刷新的一个操作 然后会有一个on show的一个生命周期 它呢 在每次的页面进入都会去出发 这样呢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类似同样的事情 我们可以在on show里面去操作 以上这些呢 就是我们关于typebar的一个配置 typebar的内容呢 不是很难 但是相对的我们配置4.json中呢 会有很多的配置下 希望同学们呢 可以在私下自己去按照我们的官方文档 每一个属性呢 我们自己去实现一遍 相当于自己的一个课下练习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 每个人都相当于 每个人都都会在这里 感谢观看